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起土地争议的案件 达仁乡达仁段390号面积有5000多平方公尺元宝地 由于土地使用者在尚未取得土地他向权益之前 在民国85年新建房屋 甚至在99年引进了便利商店 去年被达仁乡公所查报 而原民会以违反元宝地使用规定 要求拆屋还地 让土地业者使用者相当的不满 位在达仁乡达仁段390号面积5000多平方公尺元宝地 土地使用者的家属在尚未取得土地他向权益前 民国85年新建房屋 99年则跟成新业者一起合伙经营便利商店 这几年生意特别好 不料在去年被达仁乡公所查报违法 因此被依违反元宝地使用规定要求拆屋还地 这让土地使用者相当不满 前脚全家刚拆他隔天就开始在填土了 你到底有没有尊重我们 我们也跟你达仁公所在申请这块土地 我也在申请 我不是说我都没有动 我都在申请这块土地 土地使用者表示都有向乡公所申请土地所有权 只是一直没有得到回复 对此相公所尚未直接回应 只表示该土地仍是元宝地 而相公所则是依法查报 因为那块地390地号 过去一直以来都是圆明会的一个土地 然后他们在还没有起的设定太像权 或是起的收入权之前 他们就违法转租给全家 所以根据那个我们有查报到宣政府 然后也经过诉讼后 所以我们是赢了 所以才把那个全家拆掉 那土地当然就是要收回啊 所以应该是没有什么 就是全力回复的一个问题 在使用的那个族人 他们确实之前也是有去申请他向全力 他向全力 不过在期间 因为有从事其他的商业行为 而且他也没办法去佐证 这商业行为是属于他们自己在经营 或者是他是如何跟人家去共同经营 所以相公所才会去认为 他们有违反到 呃 原开办法 第15条 有将土地出租 转让 这样的一个情势 所以没有去受理 甚至驳回他们的 呃 所有权的 移转申请案件 达人乡达人段390号 由于人属于原宝地 因此土地使用者的行为 确实有违反使用土地事实 但土地使用者要如何取得土地他向权益 恐怕还需要时间与相公所沟通协调 这讲解 达人乡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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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